一定是甚麼 一定是叫做什麼 Function 後面有個手機 有沒有 記得關鍵字在這裡 那頭是Function 尾巴一定是End function 你不要 之前有個同學很妙 這邊他 想說要一樣就把這個改成End Sub 他本來是Function你把它改Sub幹嘛 OK 所以特別重要頭跟尾 是一對的 缺一個不可以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Function他是互動式的 所以互動的話就是他會跟你要東西 那要甚麼東西 要三個資料 哪三個資料呢 就是 這上面有電信業者 門號 這個門號區號 那我就把它簡稱叫區 區碼 末碼 所以這三個東西 有的時候我就把它偷懶Ctrl C 一下 然後再怎麼樣呢 因為跟他要 跟你要 跟使用者要三個資料 就三個資料 那把那個複製貼過來好了 直接貼到哪裡呢 記得 跟使用者要資料 有沒有後面都有刮壺 這個刮壺不是裝飾用的 這個刮壺是要跟使用者要資料 就 放在這裡 那你就是 需要給他三個 框框放資料的話 那你記得 貼上 貼上 不過他會多一個換行 記得 123 中間加 逗點 中間加逗點 這樣就完 就OK了 那我把它簡稱叫區碼 這個叫末碼好了 假如說你要跟使用者要三個資料的話 OK 這樣就完成了 但是問題還沒有結束 這個只是說你做完之後 他會 在這邊 跳出 這個名稱 所以 你上面的引述 他出來的東西 都會在這邊出現 當然如果你打英文的話 這邊也會是英文的 那個訊息 就是從這邊 那你當然就會給他東西 給他東西 可是如果你給他東西之後的話 你要 再回傳 給誰呢 給他自己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他 最後要怎麼寫這個 方選 其實比較麻煩 你要把 因為前面這個地方是 丟回去給 這個儲存格 那 方選的話呢 是丟回給誰呢 給手機 這個函 這個函視本身 所以 這邊的話呢 把手機放前面 輸出給誰呢 給手機這個函數本身 然後他因為你優標 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他就會把這個儲存 這個函數的就 再丟回去給那個儲存格 那後面的話 程式這麼一串喔 不過其實可以拿什麼來改呢 其實拿這個來改好了 Ctrl C 然後 Ctrl V 等於09 那這邊特別注意喔 這邊是F欄 可是F欄就是電信業者 那我們本來Sub是從上面 自動去抓F欄的這個東西 但是在這裡是什麼 使用者提供的 所以你可以把電信業者 Ctrl C 然後呢把那個 F欄的資料 這個貼上 把它用什麼 電信業者改一下 那區碼的話呢 就是把Sales到 到哪裡到這裡 居欄有沒有 把它改成叫區碼 有沒有 然後莫碼的話 一樣 把它改什麼 H 因為剛剛那個Sub 因為剛剛那個Sub 是自己在上面抓 裡面的值來計算 輸出結果 那 Function的話是 使用者提供給你 給你之後 你再把這個結果 組合起來 還給 這個Function 一樣的名稱 那因為你郵標是放在這個儲存格 所以他自己又把結果 怎麼樣 再返還給 這一個 郵標所在的位置 就完成這個流程 這個Function比較繞了 好像繞一圈一樣 那那個 Sub是走直線的 Sub是 結束了沒有了 不管你了 反正做錯了你家的事 但是Function 你先給我東西 好 給我之後呢 我幫你處理完 再丟還給你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 兩者好像 所以同學一下子可能沒辦法 一下理解了 不過慢慢時間久 大概都知道 他是怎麼一回事的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可以先試試看 因為你們已經有從 雲端像貼上了 那等一下 可以再把它 Delete 掉 自己再慢慢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是 制定函數的方法 制定函數 感谢观看